馬祖慈悲大家好 有位童修在我們一德馬祖網路的討論期 來問顧問說 他如畫 歸一三寶 如畫起得一個媽子的項鍊 那他可不可以像神尊一樣 安神尊一樣 早晚跟他請安 跟他求事情來拜他 拜這條項鍊 這個效果是不是也同樣如拜神尊 這樣問題來問詩顧問 顧問常婚想 一定要依三寶 活化真的規定 他的主事 建議 來做一些宗教的活動 所以我們要取得香火 必須有活同意 依照華規定 依照真有真給我們 依據活化真 才是如畫 如果你如畫起得這個項鍊 然後你的項鍊上面有媽祖的名號 寫著朝天宮媽祖 或是有媽祖的神像 那就是有像 因為神明是無像 我們以這個項鍊 像為像 來代表媽祖 所以無像 像為像 這個項鍊就代表媽祖 媽祖是無所不在的 他不存在 也存在 他無所不在 他無像 看不到 聽不到 摸不到 可是用項鍊 或者是刻個神尊 就有像了 我們就把它當作像 媽祖有個像在那邊 我們就來拜祂 求祂 我們就來拜祂 求祂 古文就常分享 你真正的如畫 有的媽祖的像 你就懂得恭敬祂 那就是皈依 就依照經典上 清其莫像 無感而不通 所以我會建議 辦公室後面擺一個媽祖的相片 每天上班的時候 媽祖媽媽 我來上班了 請保佑我今天可以接到 某個公司的訂單 大概可以多少以上 你就求祂 求的是你可以達成的 有點挑戰性沒有關係 有時間性 比如說我要幾個月 或者今天這個禮拜 或者是怎麼樣 有個時間性 你是有挑戰性 不是簡單就可以得到的 不一定好像說一定百分之百 那就不用求 百分之百 你求幹嘛 有挑戰性 可達成的 有可達成的 然後是可以公開的 你可以講給人家了 這一定不是壞事 一定是散戀 不是惡戀 不是壞事 對不對 可以公開的 自己很喜歡 你就這樣請求祂 現在還要請媽祖媽媽 你就是這樣求祂 下班 然後下班 媽祖媽媽 感謝媽祖媽媽 今天工作一一的完成了 謝謝媽祖媽媽 我要下班了 明天見 你公司放個媽祖相片這樣子 這個講 回到家裡有相片 你就媽祖媽媽我回家了 然後感謝今天我完成 希望明天能怎麼樣 你跟他聊天 你可以早晚請安 然後有求的是跟他討論 請教他愛信祥 他會很有靈感的 媽祖的信仰就是靈感 靜神如神載 前期莫相 無感而不通 當然你讀了經以後 還有很多條件 你要求東西要有些條件 你要求名 求利 多行善功 善事 要服有慧 媽祖才會來幫你 你的福慧過了 你就要一求多通如願 顧你的理事不善 因為項鍊上面有媽祖的相片 媽祖的名號 他帶在你身上 你也可以早晚跟他請安 他就像相片一樣 像神尊一樣 靜神如神載 以上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阿姨 祖慈悲